過來的政府比較多的 說要有一次二級的境界 不過有很多活動都開始慢慢的 放下冷暗 將這個中心 拿出大型的電源 中間活動規範 規定說 一定要六成以上 工作人員做過疫苗 要再提高 讓教育書 才可以奉行 不過感染科育書 公立民進說 現在做頭幾個疫苗 保護你其實只有三成而已 這種規定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甚至有可能變成 防疫的破坑要轉到 指揮中心這項割議 並沒有經過專家 收拾會議來討論 直接就是這樣 在在看電腦 燈水在電源遊戲當中 台北還在電腦店 每年都去很多3C 賣去設電欄 今年十月二十九 會在設武中心一貫電區 指揮中心曾公佈 大型電欄的基盤條件 其中一項就是六成的 工作人員要做過一座業廟 不過像電腦店 這種要親身體驗 有可能有這麼小感染的危機 只有六成人家住藥廟 敢不夠 國外的數據顯示 不管你打哪一種疫苗 如果你只打一劑 對丟他的話 是三成的保護力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只打一劑 的意義其實不是太大的 電腦人坐的風險也比較高 應該最小偏高 不過是有專家說 這位中心這個政策 沒有經過專家主持 稍後討論就決定了 公立民認為 如果是電腦的活動性比較高 最好是所有的工作人員 甚至所有的民眾 只要都住過一座業廟比較保險 還要有其他的配套措施 像近期的 這麼少人家的工作人員都要快胎 感染口的醫生 李兵應認為 不管住一座 才是兩座業廟 都會有獨化性的感染 要是要做好控制 有打疫苗的 有的時候身體還是會有帶菌的 帶病毒的可能 公共空間傳染病毒 防範最有效的 其實是口罩 你打了疫苗 然後又帶了口罩 這病毒幾乎沒有傳染的空間 北斗南紅 就算煮兩座業廟 都要受可能餵到北斗 如果是真的要參加 人坐的電腦 醫生建議要是把水癮過後 不要親切沒東西 繼續到這裡可以保護自己